阿嬤抱著小孫子兩人表情驚恐 坐在怪獸挖斗裡慢慢渡河 因為高雄桃園山區暴雨 沖毀陸橋 導致需要洗腎的阿嬤受困山區 一早區公所立刻派人 將阿嬤和小孫子救下山 桃園山區連日豪雨 沖毀台二十縣 清河復興段河床變道 玉帥西也因為暴雨 陸橋毀壞 14號晚間當地里長通報 有洗腎病患受困 區公所立即指示隔天一早 用人力背負渡河 讓病患下山就醫 不好意思 我們先走 後面還有四個 後面還有四個 對… 我們目前三個里有420幾位 還在山上 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 高雄桃園從3月14號 晚上12點到3月15號 早上10點 累計雨量達到88毫米 是全台第四 汽水暴漲 也讓當地的連外道路 流失700公尺 包括復興 梅山 拉福蘭里 三里400多人受困 新城孤島 區公所 公務局分工合作 一邊救人 一邊搶修 公路局來做道路的搶修工作 那區公所這邊來做一個 人員那個病患的接駁的工作 然後我們是希望在明天 玉碎龍路的聯絡到 在中午以前可以進行一個 搶通的工作 桃園區長表示 目前只先撤離10多位 需要緊急醫療救護的民眾下山 但還是會持續搶修道路 讓其他受困居民進出撤離 記者 中全城 成長谷 SNG小組 高雄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